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那個 貪污判決的查詢網站 那今天有一點進度 就是有關於貪污地圖的部分 就是早上我們投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就是 就是我早上我有講到就是說 我有講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地圖 然後我按下去有沒有 然後跳出來一個政治人物說 哎呀這加入貪污 對 然後然後 這是一個假設就是說 有一個另外一個林藝師 然後他在台中 然後跳出來就 啊 台中林藝師坦污 對 像這樣的概念 然後 然後很高興的有人幫忙做了 欸 等一下 對不起 有人幫忙做了一個 那個 網站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他 就是 這是那個 台灣嘛 然後這樣 嗯 就這樣點下去 然後就可以跳出來 就是 就是這demo版 就是 有一個被告叫做張專森 對 然後 然後就他有他的那個相關資料這樣子 對對對 不過這是很很粗淺的demo版 對 那我 就是 就是他現在還有一些 概念要有一些東西還要再繼續修這樣 對 那我大概講一下說 我心目中的 理想的概念頁面大概會是怎麼樣 對 那 那 理想的話就是說 就像剛剛我們會有一個 一個台灣的地圖 然後 可能就是 現在這個是 這個會有的那個標籤 就是地方的標籤 然後 點下去以後呢 就是右邊 就是 剛剛看到是整片都是地圖嘛 那我想像是說 就是 左邊是地圖 右邊會跳出來 就是他政治 政治人物的介面這樣 然後會在戲名是怎麼樣啊 然後雖然今天很新奇 然後 罪名的部分呢 就可以combo剛剛的那個 法條小幫手 就是點下去 然後就 就會跳出來說 啊 法條原文是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非常厲害 然後 本文的部分就會有 就是 判決書本文部分 就可以combo另外一個 就是判決書連結 就是 這邊就有連結 就可以直接連結到那個司法院這樣 對 那 那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政治人物太久了 他就是 他的層級嘛 層級不一樣 所以我 我的想像是說 就說台灣地圖 然後放大縮小這樣 然後你縮小的時候 就是顯示是縣市層級的部分 然後隨著你地圖 逐漸放大 它會顯示 鄉鎮市的部分 然後再放更大 然後就會顯示村地長的部分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 大概是三層 那中央的部分 我目前 還沒有想得很清楚這樣 歡迎大家提供各種建議說 如何顯示中央的貪汙要怎麼顯示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對 然後剛剛其實有人 有人私底下問我 為什麼要用靈異式 對 其實 只是因為他比較有名這樣 他在 他在我抓的資料裡面 他就比較有名 而且他看起來 就是一副很貪的樣子 所以我去用他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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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